不繁忙 神的百姓不繁忙 也何妨 祢将这诚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复兴 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早晨让我们扬起我们的声音 来赞美这位全地的救主 主耶稣 我救主 无一人能像祢 我愿一生全心赞美 你几秒全能抵达 你是我 安慰时 我避难所和力量 我的一切 每个气息 永远不住 敬拜你 向主欢呼 愿全地一样神长 送赞荣耀 能力归于君王 中山归拜 中海洋 我将与你一定顶许相比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救主 你 无一人能像祢 我愿一生全心赞美 你寂寞全能抵达 你是我 安慰是 我必难所和力量 我的一切 每个气息 永远不住 敬拜你 向主欢呼 越全力量胜长 送财荣 能力归于君王 周山回拜 周海洋 最喜新的交友 高四 圈 Christ 祈祷 圣神只富华 里広 愿见地阳声唱 送赞荣耀 能力归于君王 众生归拜 众海洋 欢呼 得送主的圣灵 我要换场祢大德的座位 我要永远爱祢永远要坚定 不义是无能与祢定去抢平 每一天造成让我们扬起我们的声音来祷告 赞美这位全地的救主 赞美我们这永恒的君王 我们一起来口来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利亚祖师的 主要找祢永远要扬起我们的声音来赞美 主要 因为很高能到犹豫 祢是神 主要 祢不改变 主要 祢能愿意的思绪都是是的 主要 在祢没有转动的以后 主要 祢是那位信实可靠的主要来赞美你 主要 为着祢是我的盘石 我的山盏 我的盾牌 主要 为着祢是那位保护我的神 主要 我赞美你 哈利利亚祖师的 主要找祢永远要扬起我们的声音来赞美你 主要 我赞美你 哈利利亚祖师的 主要 祢永远要扬起我们的声音来赞美你 小千监合我们的声音来赞美你 你 得 деся小妇 我要永远 Dot seis 美你 éioioioiaocia弟 我要永远 爱你 永远要鉴定 女将无一时无 鹜I 祝福一世 祥祝福一世 诶乌世的主愿在早晨 我们要扬起我们的声音 来向祢欢呼 额和崇祥 主啊 在今天的早晨 我们要来纪念 祢是那一位从BY到永远不改变的主 祢是那一位信实的主 主啊 祢是那一位永恒的君王 主啊 祢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主啊 我们会来单单的赞美祢 主行 祢是祢願与帮助我们 今天早晨 就把我们新的焦点 对向祢 专注在祢的身上 主啊 早晨让我们り聆听祢的话语 我们用回应来祷告 耶稣神说祢帮助我们的生命 在今天 主要不论我们在家里 主要活与人相处 主要活在工作的当中 主要活在校园的当中 主要我们都坚定的为着祢而活 谢谢主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 弟兄姐妹早安 自从新冠肺炎的疫情发生以来 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 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包括在工作上 也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甚至有些人 可能在他的工作上面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各行各业 百工百业 都有了极大的冲击 但是我深信一件事情 当我们全心的仰望神 即使在荒年的时候 都可以有丰年的收成 不是这个世界变得如何 重点是我们的生命是成为如何 因此我深信神的话说 万事互相效力 就要爱神的人得益处 可是在这样的环境冲击之下 我相信我们也都需要 在上帝的面前 得到神的恩典跟祝福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倚靠君王与世人 我们来看诗篇146篇 第一到十节 这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赞美耶和华 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 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 你们不要倚靠君王 不要倚靠世人 他一点不能帮助 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 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 以雅各的上帝为帮助 仰望耶和华他上帝的 这人变为有福 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他守诚实直到永远 他为受蛆的深渊 吃食物与饥饿的 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 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 耶和华喜爱义人 耶和华保护寄居的 扶持孤儿和寡妇 却使恶人的道路挽曲 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 西安娜 你的上帝要做王直到万代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这里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三节那里说 你们不要倚靠君王 不要倚靠世人 他一点不能帮助 我相信 现在有许多人正需要帮助 可是许多时候 我们会想要找到合适的关系 或者是有利的人士 来成为我们的帮助 可是这里很清楚的说 这些人都不能够 真正的帮助到我们 这里说 他的气一段就归回尘土 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 因为没有人能够掌管明天 只有上帝可以 如果我们找人的帮助 即使他愿意帮助你 他也无法把握明天到底会如何 所以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 而在这段经文里头提到神怎么样帮助人呢 还有神帮助哪一些人 这里提到有七点 我相信也正是现今许多人 他需要帮助的地方 第一个这里提到说 他为受区的神冤 我相信在现今有许多人 其实他也面对了许多的冤屈 或者是许多的委屈 但是当我们有冤屈有委屈的时候 有时候会哭诉无门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 但神说他是为人生冤的神 因此若我们感觉到有冤屈有委屈 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 他会为我们开路 就好像大卫 其实他满腹委屈 他被扫罗追杀 一点道理都没有 可是上帝为他开路 为他申冤 至终他成了以色列的君王 第二个提到说 他赐食物与饥饿的 现今全世界有许多人 正在饥饿的状态里面 而且当下这个蝗虫的灾害 也正在肆虐着 全球的粮食 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亏损 在贫穷线以下的人 真的连吃都吃不饱 而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期间 许多的粮食也被抢够一空 好像感觉到这个饥荒的 这样的一个危险会来到 但是呢 神说他要赐食物与饥饿的 当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当要能够向神来寻求 主导文那里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以色列人在旷野 根本就没有食物 但四十年的时间 神每日赐下清晨的玛纳 让他们可以得饱足 我相信就算在今天 神也会将每日的粮食 能够来赐给我们 可以得到饱足的 但耶稣更说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因此每日真正让我们 能够饱足的 不是只有食物而已 我相信在我们需要食物的同时 更需要神的话 那我相信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都会得饱足 第三个提到说 他要释放被囚的 今天有很多的人 他纵使不在有形的监牢里面 但是他被囚禁在 无形的监牢里面 虽然外在的环境 没有真正的把人关起来 可是现实的环境 却让人感觉到没有自由 不单单是在金钱上 经济上的一些的限制 在生命的里面 也有许多的瑕疵 所以这些限制跟瑕疵 让人没有自由 比如说各样的引头 坏习惯 还有在情绪里面的 这些血气 其实都让人过得不快乐 但是上帝说 他要释放被囚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从那个牢笼里走出来 弟兄姐妹 倚靠神 每天让神的话帮助你 你就能够真正的得自由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不是有形的牢笼 可以把你关住 而是上帝的话 释放我们走出那无形的监狱 第四个提到说 开瞎子的眼睛 我想瞎子有分两种 一种是真正肉眼瞎 但肉眼瞎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一个人心眼瞎了 一个人心眼瞎了 其实常常就是睁着眼说瞎话 心眼瞎的人 他不明事理 他看黑的是白的 他看死的是活的 他看很多的事情 都看不到真相 因为他的心眼瞎了 当一个人心眼瞎的时候 他就会不分是非 而且也不分黑白 对他好的人 他觉得想害他 对他不好的人 他觉得这是好朋友 所以一个心眼瞎的人 其实过得非常的惊险 但上帝说 他要开瞎子的眼睛 因此我们需要神的话 来开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可以看得清楚 事情的真相 另外第五个 提到说 他要扶起被压下的人 今天有很多的弱势 他们是非常非常 没有优势 因为一个弱势的人 常常碍于环境 他不得不去忍受一些 不好的对待 可是神说 他要扶起被压下的人 其实很多人 他不见得是生活不好 他被压下 有时候是在关系上的弱势 他是被压下的 比如说做媳妇的 比如说做员工的 比如说在许多的团体里面 他是属于底层的 那其实有时候是很压抑的 但神说他要扶起被压下 什么叫扶起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再站起来 许多时候环境会把人压得透不过气 就像这个疫情一来 许多人真的是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因为没有优势又不强势 很多时候就碍于环境 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闷的 但神说他要把你扶起来 他不会让你倒下去 第六个 这里提到他要保护寄居的 很多人他来到大城市 其实是为了谋生 他离乡背井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特别还有所谓的北漂 这样的一个青年 来到一个城市里面 其实局目无亲 特别是刚刚毕业的一些学生 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但是很多时候 在大环境里面生存并不容易 也许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去为着一份工作 为着一个生活 他要好好的从基础做起 但是上帝说 他要保护寄居的 以色列人 他们不论在哪里 神都保护他们 神与他们同在 所以如果你依靠神 不论你在什么地方 即使在外岛 神都会与你同在 约瑟在埃及 其实他是更惨 他是被卖去的 可是他在埃及 神与他同在 圣经说他就摆事顺利 所以我相信 无论你在哪里 神也会让你摆事顺利 只要你有神的同在 第七个提到 他要扶持孤儿和寡妇 现今有很多孤儿 这个孤儿 可能是婚姻造成的孤儿 也有很多的时候 是心灵的孤儿 他不是没父没母 可是他却有一个 孤儿的灵在他的心里面 其实这会让人的性格 产生很大很大的扭曲 寡妇有上偶的 但也有离异的 其实 现今有许多的单亲家庭 正是这样的组合 就是孤儿和寡妇 但神特别在圣经里头提到 祂是怜悯孤儿寡妇的神 所以在现今这样的一个 疫情的冲击之下 我相信这样的家庭 更需要帮助 但神祂必定帮助你 当年夏甲带着以时玛丽 举目无亲的时候 在树下哭泣 神经说神看见夏甲的苦情 神就来安慰他 所以我也深信 今天有许多这样的家庭 神也会成为你的安慰 让我们依靠神 能够来得到这一切的祝福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 来为自己祷告 不论你在哪里 把手放在你的心上 为自己祷告 求神让我们一切 所需用的都充足 我们同生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祿祷祷告 祿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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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身体上面 饮食上面的需要 主要跟满足我们在心灵里面 对祢话语的需求 主要使得今天早晨 帮助我们领受祢的话语 主要也可以活出祢的话语 谢谢主 Amen 无论你身处在何处 在那个国家好不好 就为着这个国家的百姓 来祷告神 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把心眼打开 看得见真实的光景 能够活出那美好的生命 我们同生一起来祷告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在那个国家 主要反抗手 反抗手各地的百姓 有些信念能够被打开 谢谢耶稣 能够认识真实 尖爱的父神 为着各地的百姓 向祢来祷告 主要求祢挪去百姓眼前的帕子 只要他们能够真认识祢 主要让祢的话语像大光一样 照进他们的生命 将那些在黑暗中的百姓 能够看见大光 主要让他们因着认识祢 他们的生命大有盼望和能力 要在这一封耶稣基督御宣告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谁充满洋海一般 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 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冲击之下 是全球都受到了影响 所以无论你在哪个国家 好不好 为你所在的这个国家来祷告 求神快快的挪去这个疫情 停止这个灾害 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为我们所在的国家的疫情 来向祢祷告 主耶稣祢让我们每一个人身体是健康的 心灵也是健康的 主耶稣祢让我们身知祢掌管明天 主要耶和华祢做王直到永远 感谢赞美祢 主我们感谢祢 我们身心祷告能够摇动祢的手 求主也垂听成就我们一切的呼求 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